对呀 都打算走了 这身衣服干脆换下来 虽然料子软软的 有点舍不得 这个香气 是梦梨 对不起 雲公子 我并不是有一朝心意的 没 没什么 我睡得也不是很熟啊 你这身打扮 我们俩想到一块去了 都不肯再穿求花派的衣服 雲公子 梦梨 你怎么了 是不是去了寿阳 事情办得不顺 我 那是有人欺负你 雲公子 你喜欢梦梨吗 我 我 这个 喜欢啊 你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现在我的心里好乱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 舍不得许多人 我唯一能想到的 我唯一能想到的 就是来见雲公子 舍不得很多人 你 梦梨你 到底怎么了 雲公子 你 真的喜欢梦梨吗 喜欢 还分真的假的 还记不记得 在绪于幻境的九仙屋那里 雲公子听不懂仙屋说的话 那如今呢 雲公子明白了吗 明白我说的又是什么 我 我还是不太明白 只是 每次单独和你在一起 好像总是很紧张 气都有些不顺 是吗 真是对不起 不是不是 你别误会 我只是觉得你 很好看 对我又很好 我大概像林莎说的 是个傻瓜 所以搞不清对着你该说什么 真的吗 只是你平时教我很多东西 我学的越多 越觉得 觉得什么 我还是好多事都不懂 你又聪明又好看 我们两个真是差太多了 我 我也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现在又觉得气都有点不顺呢 梦 梦 梦梨 我以为要将是你幻想什么呢 那你 Pakistani 寻影她以后了�味很小我 那可 eller我 我有好多话想跟云公子说 云公子 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从小到大 我从没有跟任何一个人 能相处得如此开心 很谢谢你说要保护我 可惜一切都是这么短暂 我终于能体会 亲戚姐姐的心情 人和人的缘分 真是注定的 上天要受回的时候 一时一刻都不会多到 什么 孟林 你怎么哭了 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天河 你在吗 我听其他弟子说不得了了 你们 女皇子 对不起 我 我 多保重 孟林会将你 永远放在心里记着 永远记着 孟林 孟林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啊 你装傻啊 梦丽抱着你 然后又哭着跑了出去 你 你是不是欺负她了 没有啊 我真的不知道 她 感觉不太对劲 说话怪怪的 我现在就去找她 问清楚怎么回事 房子 房子怎么会动 不是房子 是整个山菜镇呢 大概真像其他弟子 说的那样 妖界已经出现了 妖界出现了 大哥不知现在怎样了 不对 我要赶紧出去追梦丽 万一她遇到危险怎么办 凌莎 凌莎 凌莎你怎么了 凌莎 你醒了 我 我昏倒了吗 刚才有一瞬间 突然全身的力气都没了 我现在就去找穷华派的大夫 不 还是先去找紫英 让她来看看怎么回事 不用了 我到底昏过去多久 你有没有找到牟鲤 我还没有去 你这样 我不敢离开 什么 那你快点 快点去找她呀 妖界来了 外面说不定很危险 可是 我走了 你怎么办 我没事的 最近几个月长伤头晕 一时半会儿又不会怎样 你先去找梦里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 快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们回来 妖怪 妖怪就算再怎么厉害 也不可能马上就杀到屋子里来吧 好吧 你自己小心 别多说了 走吧 喂 你有没有看见梦里 师弟 你怎么跑出来了 还这副打扮 快快回屋 如今妖界的入口 在卷云台现身不久 妖风正盛 修为低一些的弟子 抵御不住 便会心神混乱 你千万莫要出来 先告诉我 你到底有没有看见梦里 你 你是说柳师妹 没有啊 她 师弟 师弟 天哪 那那那 那就是妖界 入口好像一张 猙獰的妖怪脸 对啊 原本好好的 万里无云 后来只见卷云台上 飞出一蓝一翅 两道剑光 纠结于半空 紧接着一声巨响 像是从天上 硬生生撕开一个大口子 然后就凭空出现了 那张妖怪脸 我 我听师父说过 十九年前那场大战 妖界一出现 天上就落下许多 像巨蛋一样的怪东西 从里面出来的妖怪 凶恶无比 残杀我派不知多少弟子 如今不见什么妖怪出来 却已经妖风四起 那些妖物 肯定有阴谋 难怪掌门 不许我们靠近卷云台 可 可是 我刚才好像看见 有个女孩子 跑上了卷云台 怎么可能 你眼花了吧 我怎么没看到 不骗你 就是那个 新来没多久的女弟子 刘孟黎 说不定你正好走神 才会没看见 怀里师兄 我看这妖风 果然不一般 竟能令人产生幻觉 我们还是早早离开为妙 是啊是啊 快点走吧 可是 走吧师兄 难道你还要亲自 上卷云台查看 我 孟黎她 她跑上了卷云台 我要跟去看看 这 这是什么 好像有一种无形的气 整人连眼睛都睁不开 孟黎 云公子 你别过来 请你不要过来 孟黎 云公子 在我小的时候 时常会做一个母 梦见一种 不属于人间的景象 那里常年 有姿姿的雾气瓣 哦啊 我会猜想 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发生过什么事 为什么会被元叔救下呢 孟 孟黎 我们先回去吧 灵山还在房里等着你 这儿离妖界太近 太危险了 那些事情 孟黎的事情 除了爹和你 我只向你说过 那一天 在柳家的庭院里 和你随意聊着 如今向来 都还是觉得很开心 幸好 曾经留下了这些回忆 孟黎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现在想起来了 从之前 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到如今 很清晰地出现在 我的脑海里 这个妖界 我就是从这个妖界来的 什么 云公子 请你快点带着灵莎下山去吧 若是你不走 或许有一天 我们会冰刃相向 我 实在不像那样 孟黎 你说什么 我们怎么可能会互斗呢 不可能 云公子 你保重 孟黎真的很舍不得云公子 孟黎 你 你你回来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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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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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不管真相是怎样的 你都不可以伤害孟丽 往后的事情多说无意 如今我只想弄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喂 我说你们两个 与其花时间在这里互看 倒不如快点走 什么都还没做 自己人就先闹起来了 天衡 这个给你 拿好 这是 我替你打造了一把剑 你且收着 如今妖界降临 任何事情都得小心谨慎 就算你用的是望书剑 将这只剑带在身边 亦无坏处 望书剑 我已经给了大哥 他破冰要用到 那不是正好能用这把 我瞧瞧 这剑和望书长得好像 连颜色都差不多呢 不过是形似罢了 望书剑所用之才可遇而不可求 何况忠我一生 铸剑之术也难及宗炼施工 又如何能再造一把望书 别这么说 我知道你已经很厉害了 而且以你的性情 如果是给朋友用的剑 你一定会更费尽心思去打造 我说对了吧 我隐隐觉得掌门有朝一日必会锁回望书剑 所以在闲暇之时打造了这把剑 希望天鹤能够用上 却想不到是玄霄师叔破冰会需要望书 紫英 谢谢你 不必言谢 我只要求一件事 请善待这把剑 我 我答应你 绝不用它来烧烤 紫英 他有名字吗 剑的名字自然是由剑的主人来取 我 我想叫他 天鹤剑可以吗 当然 谢谢你 紫英 在妖界入口也是你救了我 刚才 我不应该那样对你说话 紫英啊 就是不坦率 说不定他担心天鹤 就一直跟在后面呢 我说中了 紫英 你的脸有点红耶 休要胡闹 当务之急 我们快些去找师叔 可是 天鹤已经把三寒气都交给了玄霄 玄霄又说他要破冰而出 现在他人到底在哪里呢 会不会已经不在禁地了 不管怎样 我们还是先去禁地看看 禁地入口怎么会有其他人 原意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是紫英师兄 掌门命我们从今日起镇守禁地 未经允许 不得让任何人入内 他自己似乎也要在禁地内闭关了 这等时候掌门却要闭关 是啊 掌门说妖界或许是有了死守之心 才会在入口布下结界 但我们一日不攻进去 妖界却也未必会主动攻过来 掌门打算先闭关修炼一段日子 似乎略有密法 那我大哥呢 他还在禁地里吗 你大哥 谁呀 我自己进去看 慢着 你 何事喧哗 弟子参见掌门 几天不见 紫英你竟以目无尊长了 弟子不敢 不敢 那你们几人跑来禁地 所为何来 我们是来找我大哥 找玄霄的 玄霄 他不会见你们 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在禁地里 你把我大哥怎么了 你口口声声称玄霄大哥 看不出他还颇有办法 让你这么死心塌地 你 什么意思 可悲 还想不明白吗 今日一切 都是我与玄霄策谋 而你们 不过是棋盘中的几颗小小棋子 不可能 你胡说 玄霄身为西河剑之主 在望书剑被你们带至山门时 自然有所感应 有他告知 我才会见机收你们入门 不然 就凭你们在禁地受此大摇大摆的出入 我又怎会不知 所以 所以你根本不是靠什么毡术 才知道有故人之子上山 掌门 弟子斗胆 弟子实在不解 难道如此做 只是为了取回望书剑 此剑乃本能之物 若是向天河所要 它自然也会归还 你莫弄错 我要的不是望书剑 而是再度苏醒过来的望书剑 弟子斗 不懂便罢 如今妖界虽然按兵不动 但大敌当前 岂可轻忽 子营你还是回去多多修行 不要被杂念所扰 至于其他几个人 就自行下山去吧 最好将山上的一切 统统忘记 等等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说大哥骗了我们 可是大哥为什么要骗我们 他 他不是我爹娘的师兄吗 师兄 那又如何 你可知道 玄霄恨云天青素欲入虎 没有杀了你 你算手下留情 你 说什么 怎么可能 看样子 我与你说清楚 你是不会死心的 原意 去将本派秘卷取来 是 是 原意 我命你将卷轴上所记 名字不差地念出来 掌门 这 念 是 不派第二 不派第二十代掌门 道印真人 以京士之才 苦修中年 余晚年参悟 以阴阳双剑和和之力 携派中弟子非生之秘法 自此 穷三代之人力 物力 忠诚西河 望书双剑 阴阳双剑 需以人剑相合之法修炼 数载方有所成 而双剑非生之法 必辅强盛伶俐 非人是苦修所能及 道印真人不愧思虑深远 曾夜观星象 瞻以其地 灵气充沛异常 应能为吴派所用 奈何此为妖界 并吴派弟子玄骁 素欲资至上家 乃被选为双剑素体 历三载 逢妖界以十九年为一周 再度降临 玄骁素欲 和双剑之力 往复妖界 令其不可动弹 已引取极大灵力 而妖界顽抗 不派与之力斗 第二十四代掌门 太清真人 不幸为妖孽所害 引发战局 旷日持久 惨烈飞长 关键之时 望书剑素体素欲 心生怯秘 更因私情 与其师兄云天青 携剑出逃 西河剑素体悬枭 独立难支 令妖界脱离昆仑而去 此一役 无派伤亡过百 其中掌门太清真人 掌门守徒玄阵 掌老 够了 是 怎么 怎么会这样 云天和 这下你再无疑惑了吧 若非云天青素欲临阵脱逃 玄小又怎会运功过度 且他无妄书剑之耻 内息大乱 才终止扬言轻体 变为后来的模样 大哥 他是被我爹和我娘害的 天和 你别理他 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卷轴 随便念一念 就要别人相信呢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 那这卷轴 为何不敢放在京楼里 太中密心 岂是人人可知 何况有你妙手空空 万一卷轴被你所建 那无以玄宵不是功亏一篑 你 掌门 弟子还是不明 无论如何 本派只是要将旺书剑取回 又何必 何必如此对待天和他们 大胆 你有此疑问 是觉得我曾错待他们 云天和等人入门以来 我命你尽心传授心法 如今令他们下山 也不宜驱逐之名 我自问待他们已是不保 我 我还是不信 你让我见大哥一面 我说过 玄宵不会见你 他此时正运功调息 不可被打扰 何况 真的令你与他相对 你又如何言语 玄宵未因前世报复 你是难得 难道非要引出他旧恨 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 我并非危言耸听 你好自为之 原意 我要入禁地闭关 你待人在此守好 绝不可让人闯入 是掌门 天和 你还好吗 我 我也不知道 要是真相掌门说的那样 是我爹娘害了大哥 我又该怎么办 振作一点 天和 你别听信掌门的一面之词 再说 孟离还下落不明 等着我们去弄清楚真相 对 孟离 大哥 怎么会 怎么所有事都变得这么乱 天和 灵伤 也许我错了 我真的不该下山 真的真的不该下山 或许吧 你说得对 许多事情知道了 还不如不知道 我 我对不起你 不如我们硬闯进去 问过玄霄就什么都清楚了 不 我 我不想这样 掌门说大哥正在运功 不可以被打扰 而且 而且我根本不知道要问他什么 天河 你 天河娘害了大哥 真的吗 我该怎么办 禁地这条路已是不通了 我们不如去找青阳重光两位长老 无论玄霄师叔之事 还是梦离之事 或许长老都会有些办法各想 子英 掌门都已经让我和天河下山了 你 还要跟我们一起吗 我并非不信掌门的话 但是也不能丢下你们不管 就算天河的爹娘 那些事也不该由她来背负 何况 梦离失踪之事 也要弄清楚缘由 谢谢你 天河现在这样 由你一起 总好过我一个人陪着她 走吧 天河 我们走吧 清阳 崇光二位长老 弟子慕容紫英求见 一招齐了三间至阴至寒之屋 不错 弟子等已将三样东西交给师叔 他似乎也已破兵而出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啊 今日来此 可是玄霄还有踏实相求 张老 我想问你们 我爹和我娘当初 真的是带着望书剑逃走 才会害了大哥 不 害了玄霄 害他被冰封 这些话 你从哪里听来的 是掌门告诉我的 岂有此理 素瑶竟如此不知轻重 长老 这都是真的吗 孩子 你知道了又能如何呢 当年之事千头万绪 无论其中因果如何 你爹和你娘 确实带走了望书剑 此举令穷华派生仙功亏一亏 那些弟子的死伤 也变得毫无价值啊 最悲惨之人 莫过于喧嚣 他内袭十条 终致走火入魔 不得不被冰封 这么说来 真的是我爹娘害了他 世事因果自有天意 十九年后 若不是你帮忙 喧嚣又怎能破冰 但是 就算掌门和玄霄 想取回望书剑 也不该骗我们呢 为什么不光明正大 说出来呢 凌莎 素瑶嘛 她的资质原本 也算得上初类马翠 奈何老掌门的 其他几位弟子 更是万中悬疑之人 素瑶虽十分刻苦 但若不是大弟子玄震 死于十九年前的大战 素玉 云天青出逃 而玄霄又被冰封 无论如何 也轮不到他继任掌门之位 所以 他难免患得患失 任何事情都想思虑周全 他这么做 也有不得已的原因哪 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 够了 当年之事不必再多纠缠 许多事情也不会再有改变 你们若是没有其他事 便请回 可是 长老且慢 我们尚有一事相求 如今妖界又临 哦 掌门若要报十九年前之仇 应是准备多时了 不必我二人再出手了吧 不错 冰封选宵 我与青阳心存愧疚 至于其他事 则不会理会 二位长老误会了 弟子所言 或许匪夷所思 却又千真万确 弟子有个朋友 不 弟子的尸职柳梦梨 他穿过妖界入口的结界 就此失去了踪影 且把当时情形细细说来 便让天和来说吧 是他亲眼所见 奇怪 如此说来 人是不能穿过那结界的 柳梦梨却又毫发无伤 莫非 他是妖 不可能 他的灵力虽比常人高处许多 但若真是妖物 又怎能瞒过你我之眼 如此就愣起了 看来二位长老也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多有打扰了 等等 长老 你们有没有办法让人穿过那个结界 要是梦里一直不出来 我们就追进去找他 琼华派说不定很快就要和妖界打起来了 他一直待在那里不是很危险 荒谬 人入妖界 岂不是如同羊入虎口 长老 弟子知道这想法乃是异想天开 但弟子也一同请求 若是二位有此办法 请一定告诉我们 对 就算再难也要试一试 你们真的不怕 妖界可不是儿戏之地 人若闯入 说不定轻刻便会伸手易处 长老 您这么说就是有办法了 这世上有种叫应影知的东西 用它就可以传过大部分的结界 妖界的结界或许也可以 真的吗 那个异影知要去哪里才能弄到呢 异影知为鬼界之物 因为鬼族几乎要去世间所有地方勾魂 自然也必须穿越某些结界 这异影知便有厉害的鬼族随身携带 那我们就得找鬼族抢过来咯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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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说寻常人能否遇到鬼族 有些鬼族也比你们厉害不知多少倍 岂是轻易能够得手 这可怎么办啊 若是真的想要异影知 若是真的想要异影知 就只能去鬼界一闯 鬼界 是什么地方 就是人们所说的阴间 群鬼聚集之地 异影知源于鬼界 到那里去找 自然能够找到 可是自古阴阳相隔 生人想要进取阴间 必定是困难重重吧 天地既有六界 则六界之间必有往来 从人界入鬼界的方法亦不在少数 最简单的一种 便是由凡间的鬼城封都所进入 不过进的却是鬼界外围 你们若想取易影知 需得去无常殿 那就只有到不周山看看了 不周山 可是传说在大荒之中 支撑天地的那座山 不错 相传那里有进入幽冥之国 即是鬼界的入口 但究竟要如何开启 我也并不知晓 不管怎么样 都要去试试看 我与你自然能去一室 但是凌莎近来身体欠佳 还是不要去了 我没关系的 不过就是有点累 睡一觉醒来什么都好了 我见这位姑娘确实气色不佳 最近 可是时常体虚未寒 对啊 长老你怎么知道 重光 我看 不如你将红破 送给这位姑娘吧 为何 为何 你我留着那样东西 有哪里还有什么用处 不如送给她吧 就当是 不必多说 哇 这么盛的红光 还让人觉得暖暖的 这到底是什么好宝贝啊 此乃红破 是世间极难寻到的一种暖欲 当初 西河间也有一部分是以此铸造 你将它配在胸口 体虚之相会好很多 谢谢长老 你们真是好人 多谢二位长老指点 弟子等这就去寻访布州山了 去吧 若真的无法可施 也不必勉强 何必多管闲事 你让他们去布州山 岂不是凶多吉少 就算我不说出那个办法 他们也不可能轻言放弃 只会自己乱闯更加凶险 这么多年来 你还是老样子 对后辈纵存扶照之面 当初捉拿云天青和肃玉时 若不是你心软 又怎会让他二人逃脱 造成今日局面 说我心软 说我心软 你又何尝不是 不然你为何要传授那小姑娘心法 又为何愿意将红破给她 怕了 论口舌或向来不如你 但我心中明白 如今活于世上 活早已算不上一个好人 甚至 连人都算不上 我们为赎罪而活 但是否 又不断再犯下新的罪 子英 那个不舟山 你知道在哪里吗 我也只是听师公说起过大智所在 他曾去不舟山寻找铸剑之才 总之 我们先遇见往北方飞 应该能找到的 嗯 天和 你别心事重重的 事情总是要一件件慢慢解决 烦恼再多也没用 你爹娘和玄霄 就算有什么恩恩怨怨 但你毕竟帮过她 以后 总有机会见面说清楚 嗯 现在先想方法找孟梨 急得事先解决 你说对不对呢 知道了 我们马上去布舟山 好